洪杜拉斯不是跟我们断交吗 就现在跟我们断交之后 中国不买他的白价 他的白价卖不出去了 对 中国开了支票 你们看清楚是芭蕾票还是支票 跟我断交跑去跟中国建交 现在看到洪杜拉斯的虾子 我不会吃的啦 你不吃洪杜拉斯的虾子了 你不吃了嘛 那你去卖给中国嘛 过去跟台湾断交 跟中国签约都在挑票啦 现在对中国还有一个大麻烦就是 他一直想说 我的人民币要变成一篮货币 我的人民币要变成了国际货币 所以不断地去跟很多国家 我就签约 你现在我们来做任何的买卖 我们都用人民币来结会 大家尴尬了 他才宣布说 我要跟什么 跟阿根廷你买卖任何东西 我用人民币结会 结果阿根廷的金融快要崩溃了 现在阿根廷的外汇 剩不到50亿美元了 现在阿根廷刚刚讲的 他的整个利率要什么 要增加97%了 而且最糗是中国这些 愿意跟他用人民币结会的国家 现在每一个国民手上 都想要持有美金 都很惨 都想持有美金 没有人想要换人民币 为什么呢 阿根廷是这样子 阿根廷四月的时候才答应 跟中国去完成人民币结会 对不对 没想到阿根廷就爆发了通货膨胀 阿根廷的通货膨胀有多惨 有多惨 阿贝尼的通货膨胀是109%的通货膨胀 等于是原本一块钱 所以他们现在买卖要这种钱 而且是一大笔钱 一大笔钱 他的通货膨胀 为他们政府为了救这个通货膨胀 他们生息叫生息多少 我们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3% 5% 民进党政府就被骂惨 对不对 他通货膨胀109% 我们生息0.9% 对109% 那我们生息一码两码 大家搅房贷就搅到压力很大 对不对 就他们给我生息多少 97% 所以他们对于整个阿根廷 来说经济 生息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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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把0.25% 都大家撑到要死 对不对 所以说你看阿根廷是真的很惨的 而且阿根廷现在状况有多不好 比如他们现在大概 至少有1800万人是三餐不济的 所以只能睡什么 睡飞机场 那么阿根廷首都的机场 布宜诺艾利斯的机场 现在你看 非常多的游民 为什么要睡机草 他说我付的钱 我赚的钱只能够吃饭 要嘛就住宿 我如果住宿就没饭吃 我要吃饭就没地方住 他们后来选择我们吃饭 然后不去住宿 所以现在他们这个机场 是非常非常惨的 所以我只能露宿街头 对 只能露宿街头 而且你知道吗 他们对于很多时荒 也变成是说原本不用时荒 现在也都去时荒 那通膨太夸张了嘛 对不对 所以你看非常多阿根廷的人 这是阿根廷 对 在这边去做所谓时荒的动作 而且你知道吗 阿根廷其实是个 对 阿根廷有一群人也是住在垃圾山旁边 也就是垃圾来了以后丢东西 他们就一拥而上来开始 抢任何可以用值钱的东西 对 他们这个垃圾回头厂 旁边是有住了数百户的民众 可是阿根廷其实坦白讲 真的是阿根廷别为我哭泣 他在1950年代的时候 人金GDP是赢过日本的 所以阿根廷因为国内政策 动荡等等的因素 变成现在这个状况 那再加上他跟中国互动 又没有什么好结果 原本期待中国可以给他一些援助 对 中国自顾不暇嘛 所以现在阿根廷只能自己去面对这件事情 而且刚才讲的不是阿根廷 既然也传出一个消息是 宏都拉斯不是跟我们断交吗 那就好 宏都拉斯其实是一个 我们的白虾非常重要的进口国 就现在跟我们断交之后 中国不买他的白虾 他的白虾卖不出去了 对 现在跟我们断交这些国家 坦白讲 真的 中国看的支票 你要不要看清楚 是拔那票还是支票 宏都拉斯的白虾 是非常非常 对宏都拉斯来说 非常重要的出口货物 它的外汇来源 对 宏都拉斯第五大出口品就是白虾 而且这个白虾你知道吗 台湾人是非常非常爱吃 而且非常非常捧场的 现在台湾也爱吃下子 同样的价钱 台湾买是中国的两倍价钱买 我们都是买他们的品质好 高档的白虾 那中国那时候的宏都拉斯不是跟我们断交吗 跟我们断交跑去跟中国建交 中国同意说我会买你白虾吗 不好意思 现在传出来根本没有买白虾 他们现在养虾业 遇到困境 为什么 因为他们过去我讲 虾类似宏都拉斯第五大出口品 然后其中30%卖给台湾 台湾占里面三分之一 现在不好意思 现在断交 我看到红都拉斯虾子 我不会吃的 所以现在对于红都拉斯来说 你中国开的你吃 你不吃红都拉斯虾子了 你不吃了吗 你就卖给中国 我虾子这么多 我干嘛吃红都拉斯的 所以现在红都拉斯 现在真的是三条线 因为中国拔辣票 而且中国就要买 他们的虾子也只有台湾价钱的一半 我们是买高价的虾子 而且现在包含哥斯大尼加拉巴 巴拿马 所罗门青岛 包含尼加拉瓜 这些国家过去有跟台湾断交 跟中国签约都在挑票 各式各样挑票 不及纳法所跟中国协议 10亿美元盖高速公路 不好意思 公旗 源源无旗 所罗门青岛跟中国建交 说要帮忙开采 结果不好意思 一大堆中国工人跑来 抢他们当地人的 砍木头伐木的工作 巴拿马的巴拿马 科隆港那时候说什么 说什么要帮他盖 结果不好意思 投资者的中国人 现在被抓起来被判刑 所以这个科隆港 现在坦白讲 也有没有下文 能不能完工不知道 所以现在整个中国 你跟他建交坦白讲 真的没有什么好下场 另外的新巴威 新巴威也是跟中国签订 就是那种人民币结算的 对不对 不好意思 新巴威当然国内有非常大的问题 他目前通膨 刚刚已经觉得说 这个阿根廷很惨了 通膨100几%很惨 新巴威通膨419% 通膨4倍 所以现在整个新巴威内部 官方 1000块新巴威币换1块美金 但是官方和一般人换不到 去黑市换 黑市要1400到1800换1块美金 所以新巴威现在跟中国很好吗 也很好 因为他跟中国有签一带一路 大量的中国人去里面开采泥矿 结果开采泥矿 新巴威一毛钱没有赚到 结果里面那个废水 因为开采泥矿有非常多化学废水 不好意思 全部都乱排到新巴威 所以新巴威现在也遇到 非常非常大的苦楚 所以现在整个中国 坦白讲 你要选边站没关系 可是选到中国 真的选错边了 今天我们的外交部正式确定 我们跟尼加拉瓜终止外交关系 因为我们的邦交国又被中国挖去了一个 但不对啊 之前我们看到我们的吉里巴斯 我们的所罗门被挖掉了以后 美国非常的紧张 所以美国当时立了一个台北法案 说我要帮台湾来稳住你的邦交国 毕竟现在很清楚 这些邦交国不是其实台湾要的 是我们帮美国 我们守住了南太平洋 我们帮美国守住它的后花园 可是没有想到 中国依然用尽它所有的力量 把尼加拉瓜给挖了过去 所以我们看到了 美国现在非常的火大 但现在中国只是挖一个尼加拉瓜 来气息中国就算了吧 没有 可以看出来说 中国现在有一点全面反击的味道 因为它不只是拉去了尼加拉瓜 甚至对于立陶宛 立陶宛不是对中国非常强异吗 现在两边不但是断绝了经贸关系之外 现在只要任何跟中国来往的国家 你的设备是使用立陶宛的 那这些公司 这些跟中国往来的企业 你都不能进到中国 也就是中国用它庞大的力量 丧穷避落下王权 全面的围堵立陶宛 另外就是现在已经确定了 它在西非成立了一个永久的军事基地 还不止如此 我们看到了 接下来它就对澳洲 甚至对澳洲进行了骇客攻击 要断澳洲的一个电网 所以大家这样整个看下来是 难道中国之前面对美国 这样的外交公式的时候 它开始要反击 而这个反击的过程里面 台湾我们是得力 还是会受到更大的伤害呢 好我们今天请到两边 对大家非常守一档 财经专家黄松松你好 大家好 好 这是每一道 电视报董事长吴子嘉 大家好 好 第三位是 十一位李正浩 大家好 好 第三位是 台湾国际法学院的副院长李廷辉 大家好 好 第五位是 赤詹梅特罗伊德 大家好 好 第六位是 前台大感染科医师李势碧 大家好 好 今天本来因为说 他是要抓我们的红豆拉斯 就没有想到 尼加拉瓜突然想要断交了 那想说 你是不是用一个 去等于说警告美国 就后来发现 不是 现在中国是打了很多个组合拳 没错 他不但是说 我今天对付尼加拉瓜 我也对付立陶外 甚至我也建立了基地 他等于说是 他要进行一个外交开战吗 没错 今天尼加拉瓜跟台湾断交 但是说实在的 这跟台湾没有太大的关系 跟我们没有关系 为什么 因为这后面是 中国跟美国之间的 彼此的角力战嘛 你看 这几天的时候 拜登在开这个民主峰会 他还刻意把 萧美琴跟拜登同框嘛 他真的还说 民主不是偶然的啊 全世界都需要斗士 在为全球支持民主 也难 他就是民主的斗士 然后他把中国的话 他你不是民主国家嘛 你等于是在羞辱中国 中国当然也不是省油的灯啊 你在这个时候做着 我要搞一个大的 于是在这个时候 他就怂恿 你加拉瓜 你跟我建交吧 我在你美国后院 你在最光荣的时候 我在你后院烧一把火 让你觉得 非常非常的压力巨大 所以你到我家来 我到你家去 我在你家后院烧火 对 没错 那你看 事实上美国现在全朝野 都相当相当的生气 那为什么这个 对美国来说的话 压力非常大了 你看 美国本土现在在开 这个民主高峰会 可是你看 中国的话 他是有目的的 慢慢慢慢的逐渐 逼近你美国本土 我怎么这样讲 你看他这几年拿下什么 巴拿马 然后拿下了哥斯大黎加之后 他现在开始往这个 萨尔瓦多之后 你看他尼加拉瓜也拿下来 下一个洪都拉斯 你不觉得他越来越来 越靠近美国 所以也就是说 他不只是在美国后院 他现在已经逐渐逐渐 要靠近美国的床户边 根本就是要把整个 中美洲给拿去 对 除了这个之外 中国不只在中美洲这样子 大干尼加拉瓜 他现在立陶宛 反正你过去招惹我了 我现在就全力对付你 立陶宛 对 那立陶宛不是说 要跟台湾这个 有这个台湾代表处 有台湾这几个字吗 就没有 中国马上就生气 我们过去有个中欧班列 中欧班列来说的话 过去会经过立陶宛 现在他就说 没有 我们现在已经不经过立陶宛了 除此之外 他说的话 他说 如果你到中国来投资的话 我希望你 不要用任何立陶宛的产品 如果你用立陶宛的产品的话 我们不欢迎这些企业 你来中国投资 所以之前 他要去对付立陶宛的时候 立陶宛讲 我跟你所谓的贸易额这么低 我跟你也没有什么经贸的往来 你就算要断的话 对我也没有伤害 就没有想到 中国用的招数是说 今天我不是对你立陶宛 是任何你要跟我中国做生意 你只要用立陶宛的设备 我就不让你进来了 所以这一招其实蛮狠的 另外一个就是中欧班列 中欧班列最早的时候 从武汉或是从西安出发的时候 你看他一路经过一路经过 到德国的时候 他会到有一条支线出去 他会到这个立陶宛 但他现在跟你说 我不要了 中欧班列没有了 所以这一次是 buyer的50万个货柜的运输量 完全就是都没有 所以其实中国现在 他趁这个时候在打压 你反正挺台湾的 或是你挺美国的 我就绝对会不对你客气 所以中国现在真的发狠了 没错 好那除了这个之外 我们刚才讲到 他现在不是慢慢的逼近 整个美国的后院吗 对不对 除了这个中美洲被他吃掉之后 保险这边有一个叫做 这个巴贝多的这个国家 巴贝多国家过去来说的话 他是什么 他是这个岛国之一 他过去是属于大英国协 在那边想到这几年 中国在那边跟他塞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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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塞狼之后你知道 这个巴贝多现在也变成是 他要成立一个民主共和国家 然后同时他又跟中国 他签署了跟中国的一带一路 而且他要脱离大英国协 所以他独立之后 中国在这个地方又多了一个盟国 所以整个加勒比海也是美国的后院 他现在也开始在染指加勒比海 你就知道说 这真的会让美国完全的会 会是一个气炸的局面 也就是我们有讲到的 美国后来 为什么跟中国在外交上彻底翻脸 也就是有两个地方 第一个 你知道我后院去抢我的 抓挖我的长教 另外就是你在南太平洋 我最重要的交通药冲 你去抢我的邦交国 抢这个交通药冲 对 我就翻脸了 没有想到中国还继续干 没错 中国还继续干 还做什么事呢 你看现在美国有一个秘密的警报 为什么 他说他在这个赤道几内亚这个地方 要建立一个军港的这个状况 美国绝对要抓紧神经 为什么 像过去非洲了 他在吉布地这边有一个基地 那吉布地这个基地 我们都曾经讲过 他靠近美军的基地 其实是相当相当的接近 那你也设了美国也可能哪里没有办法 但是他这个赤道几内亚这个地方 他在最大城市巴塔这个地方 现在很多空胎土都拍出来了 他盖了一个这样的港口 这个港口就是深水 当然说我是这个商港 但是事实上明眼的人看出来 他要变成军用也是有可能的 而且还不止这样 他还连接着 从这个赤道几内亚 他还往内陆去连接有铁路 我们知道其实 这个中国在非洲最重要就是 干国民主共和国 他里面有非常多大量的矿场 我就透过这个铁路这样过去之后 然后从赤道几内亚把他运出来 这样速度是最快的 所以对美国来讲的话 他当然会顶着 顶盯着这个赤道几内亚 你这个到底 有没有盖下去的这个情形 所以面对了 美国的步步进逼 现在中国也不演了 中国开始正面交锋了 那当然美国也要想办法 给你诊断你目前的这个扩张 你看前一阵我们不是讲吗 有人跟美国密报说 中国在阿联酋这个地方 偷盖一个军事基地 美国一开始还不知道 后来他们赶快发动这个卫星去看 还真的有这个东西吗 真的假的 对他们就发现 一开始还不知道 然后后来他们就说 好那这样子 请你们阿联酋 停止相关的这个建设 就那现在美国去劝说 劝说之下的话 这个基地的建设 终于被阿联酋叫停了 为什么稍等一下 没连着大公子叫停了 因为他要买美国F35 要买美国的死神无人机 他们就说 他们叫停这些施工 因为听到你的盟友的担忧 不考虑这些担忧是愚蠢的 所以等于是说 美国也在拔装 美国把这个 这个联合大公国 把它拔掉 那除了这个之后 我们再讲 还有另外一个国家 澳洲 保险那这几天就发生一件事 这个澳洲的电网 疑似遭到攻击 这攻击可能是来自什么 来自中国大陆 骇客的攻击 中国骇客攻击澳洲 所以你看 我现在在多地方 开始对你反击 我在中南美洲 开始挖墙角 我在非洲建立一个军事基地 我在这个澳洲 你是美国的盟友对不对 我在这个地方修理你 我用这个骇客攻击你的电网 虽然他现在是 百花齐放 出组合拳来对付美国 但我们看到 美国媒体最近 点了一个人 他特别点这个人是干嘛 这个人才真的可能 让中国壮大 这个人才可能 真的联合中国 来威胁美国 对 竟然 就是伊隆马斯克 而且他们怎么定调伊隆马斯克 是 他说 他是一个科技乌托邦 对 代表他没有国家主义 他对美国不忠诚 没错 为什么中国大会看到一个大破口 最近中国大会的经济真的不好 那中国大会现在未来 他想怎么样 他希望把这个能源车 或是新年计划 甚至什么AI人工智慧 把它发扬光大 但他发现到说 美国在封锁他的科技 但是他找到一个大破口 这个大破口就是伊隆马斯克 为什么是伊隆马斯克 保洁 最近全美国都在报导 他的新闻是怎样 你摆明了你就是背骨 为什么你背骨 你看 他最近 他一直在骂拜登 拜登不是有个B3W的计划吗 他B3W计划签了之后 他不是到通用去开车吗 他就很不爽啊 说你这个补助什么 补贴一个人7500块美金 那个根本 你不会补贴到我们 因为你要有工会 我们特斯拉没有工会 所以你摆明就不是针对我而来 另外一个 什么电动装 他说我们都盖电动装这么久 你还补贴什么 这些完全都可以废掉 不要用了啦 所以他等于是在骂拜登 美国政府要补贴 大盖电动装 这个对电动车是好事 但是伊隆马斯克就说 你不应该这么做 对 你看他就骂拜登 他说拜登对电动车的补助 删掉删掉 就直接这样讲 还不止这样 他这样一直骂 骂美国的政策 另外你看 他对中国完全不一样 你看之前2020年的时候 这个Model 3的交付典礼的时候 他很开心 他那边唱歌又跳舞 你看 你什么时候看过他这样 太开心了 他说我这个工厂 在中国就跳起来了 我这个工厂好不容易 因为说实在 这个工厂 有这个工厂才能让他 今年能够转亏而已 因为这个工厂的生产量 一年最大量可以到30万辆 而且成本是相当低的 另外一个你看 今年7月的时候 他还推文 他推文发表什么 他说 中国他对中国经济相当看好 他说中国发展的这个前途 是相当的光明 他甚至说 你们应该来看看 中国大盒的发展 他在网路上 还在帮中国讲话 结果你知道吗 事实上 这个新华社也开始 这个他还转贴了 中国新华社的这个文章 那中国新华社又转贴 他的文章 两个显然是推来推去 这样一个互相拉抬的状况 你就知道伊隆马斯克 他现在新啊 新根本就不在美国 他新在中国大陆 那甚至怎样 连习近平也这样知道 根据习近平 他们的认知里面来说的话 他们把他定调说 在习近平看来 这位出生于南非的企业家 是一个技术乌托邦式的人物 其实政治上 不忠于任何国家 不忠于任何国家 但是他的特斯拉公司 有望为中国发展 为新能源车强国打开路 为什么打开路 老实我跟你讲 他事实上 在当初他这个特斯拉 要进去的时候 中国就给他开了个大绿灯 什么绿灯呢 过去你要外资 车厂要来中国投资 要合资 基本上是要合资 他给你百分之百的 让你读资 但是他有一个条件 就是说你要多用一些 本地的供应商 所以当时的宁德时代 就开始跟他合作 所以宁德时代 宁德时代就这么起来的 宁德时代 现在的磷酸铁铁电池 主要的供应商之一 就是特斯拉 那特斯拉可以帮他 开创非常多 那加上说特斯拉未来 也准备把他的数据 什么都留在中国 这个对中国 在研修一些相关数据 有非常大的帮助 所以伊隆马斯克他也知道 我如果没有扒着中国的话 我可能也不会壮大 那习近平也看到这一点 所以他们两个互相利用 好 这样刚刚讲到的 现在中国开始 要对美国进行反击 地区反击了以后 我要开始拉人回来 跟你说现在中国 有个最大的问题是 他没钱了 他不像以前那样子 可以任意挥霍了 他没钱到什么程度 没有钱到 他的公务员要减薪了 没有错 中国现在最大问题是 要打仗了 可是子弹不够 你子弹不够的话 你要怎么样 用过去那种 大撒币的时候 来去做金权外交 李稻奎是中国 最著名的经济学家 他被誉为是 中南海八大经济智囊之一 跟林一夫是一起的 结果他直接公开说 在一个大演讲说 中国准备过苦日子 而且这苦日子 苦到什么程度呢 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 最困难的一段时期 有多苦 公务人员减薪了 铁放碗 公务员减薪 铁放碗 对铁放碗要生锈了 这东西不是一个地方 也不是单一城市 我们现在靠靠浙江 靠靠上海 包含所谓江苏 福建 广东 全部都有减薪的状况 第一个是浙江的公务员 它是浙江的杭州市 是非常富裕的城市 结果你看他在这个 他上面微信抱怨说什么 我今年被减薪百分之二十五万 那可以很多 不是减薪两%三万 一般加薪加个两%三万 大家很开心 一减减四分之一 一年少五万人民币 将近二十万 他说少这五万人民币 我可能是连房子 房租 就房贷 都不见得付得起 你以为浙江 这个所谓杭州市 是单一案例吗 没有 上海派出所所长 现在传出来 从三十五万人民币的年薪 现在变二十万 然后科级正科级公务员 从二十四万变十五万 江苏福建 从十五 大概这些 都大概减十五%到二十% 所以你可以看 我们现在讲的 全部都是负数的省份 我还不是讲那种 相对穷的省份 如果连沿海城市 都开始减薪的话 中国公务人员有多苦 对 以前沿海 是最有钱的 是 所以说连那种 沿海城市都 浙江 对啊 浙江 杭州 江苏福建 广东 全部都开始减薪 那公务人员 很多人就为说 公务人员那你现在减薪 但是我要养得起小孩啊 我还有些支出要出 你知道怎么办呢 结果人现在竟然传出这个 这是河南商报的官方网站 竟然说 中纪委答复 公务人员下班后 开滴滴送外卖 原则上不危机啊 公务人员去 开滴滴 开滴滴送外卖 开计程车 对 中共是这样子 因为其实公务人员 当然在中国来说 他的公务人员 如果你不贪污的话 你的收入是不够 所以其实2016年 中国偏乡的城市 副政长其实也算是个小关了 就去开滴滴 那当天赚四块钱 就被中纪委抓了 那中纪委抓了之后呢 他就深刻检讨啊 等等的 就是这个副政长 这个副政长 在2018年5月24号的时候 当时他就想 我要多赚一点钱 我去开滴滴 而且是上班前开滴滴 没有想到被抓了以后 他还要公开向 整个社会认错 但没有想到 现在中国的中纪委 已经可以默许 中国的公务员 你可以赚点外快了 他那时候副政长还说 我给公务员丢脸了 那被记为记 那现在呢 你中国解析 那你还是要 要让人家能活啊 如果你让人家不能活的话 你整个中国基层公园 大乱 那发生什么事情 所以现在既然传说 可以去盖滴滴送外卖 那能看吗 以后政长 副政长 A门打开是政长副政长在送外卖 这样不是很糗吗 可是中国现在确实面对到这样的状况 还有一个大问题是恒大的危机啊 哇 这个是超级大的风暴 会卷到一般的平民老百姓啊 恒大的事件 恒大的事情很多时候我们讲很久 对不对 可是你看最新的讯息 中国的广州市委书记跟市长一起下台 这件事情因为恒大下台 你说广州的一把手二把手 十二月三号同时撤换 直辖市市委书记跟市长 等于是一把手跟二把手同时被撤换 表面上的原因是 当地砍了一些老龙树 所以叫他们下半 砍老龙树被换掉 中国怎么会因为龙树被砍 叫市委书记下台 人被砍都不见得 可是状况是这样的 为什么 因为恒大这次真的太大条了 里面涉及到好几兆人民币 上百家银行的资产风暴 然后恒大如果再倒的话 会涉及到三四千家银行 所有中国房地产的风暴 这个能倒吗 所以恒大本来以为说 它倒了影响不了中国的经济 可是现在它在第一批倒 中国就受不了了 因为很简单 这是个大股牌 中国的银行大概三分之一的资金 都贷款给房地产业 那如果恒大倒的话 这个股牌如果没有扛错 后面一连串的话 三分之一银行资产变呆战 中国银行要不要倒 中国银行倒人民全部变割韭菜 所以很有趣的是 恒大12月6号不是违约吗 结果马上成立恒大风险化解委员会 委员会主席是许家印 他说有什么搞头 你许家印搞了定 就不用在那边做 结果你看所有委员名单 恒大只有两个人进委员名单 其他风险化解委员会 全部是国企 秀越集团 越海控股 中国信达 全部就是国家对境 就是要救恒大 因为他们很担心 如果恒大倒变成一个大风暴 所以整件事情可以发现说 中国确实要打仗 可是子弹可能真的不够来 去做所谓金钱外交了 好 这个体会 但你就在美国的后院 怎么美国自己守不住呢 对 当然是美国过去 历史上所形成的一个业障 为什么这么讲 其实从门罗自己干的业障 从19世纪开始的门罗宣言主义之后 你看到其实美国告诉欧洲国家说 这是我的后院 所以你不要来管 这是美国的势力范围 但是问题是说 他怎么去经营这个后院 从二战结束之后 其实他发现了一些事情 每一个国家都给他干涉内政 比如说 干涉内政 对 在之前的话 巴纳玛总统呢 比如诺瑞加不听美国的话的时候 那时候美国就进来派兵呢 跑到巴拉玛境内 把人家总统抓起来 然后关在德州的监狱 你知道吗 这个是巴拉玛的事情 然后呢 尼加拉瓜也是一样 尼加拉瓜这个总统 现在奥地加 他已经担任第四次的总统了 当年在1980年代的时候 雷根总统在当美国总统的时候 就讨厌共产党嘛 所以他就把这个奥地加 视为是死对敌 所以一定要把他拉下来 所以他支持这个尼加拉瓜境内的 这个所谓的游击队 来反对这个政府 所以当时听说 台湾还抽上一脚 来协助雷根政府 来做这件事情 但是后来呢 人家一撞告到国际法院去 说你美国该设内政 结果竟然美国缺席判决 这个所谓的判决败诉 难怪李嘉勞工不听美国的 是吧 所以他现在这个总统 是很讨厌美国的 所以他故意的 就是用这一招 跟中共来结盟 来对抗美国 你还讲到说 他放任美国企业 进到了中南美洲 在这个地方抢取豪多 抢人家的水源地 抢人家的土地 更夸张的是 他还利用这些国家 去进行他的所谓的 梅毒性病的实验 对 没错 这包含这个生物实验室的部分 还有另外一个 这个地方多山 还有多水源 所以这个地方呢 有很多的 蓬佩的水力发电也好 或怎么样 但是他放任自己 美国的跨国基业 到这个里面去 占据盘踞了 所有的相关的 这个气味网络 所以你看得很清楚 说过往来讲 这个地方其实 有那种反美情绪的 在街上你知道吗 现在有很多的国家 这几个国家的 内部来讲 因为贫穷 所以造成很多难民 这些难民 全部涌到哪里 全部涌到墨西哥 并进 然后进入到美国 也就造成说 现在美国跟墨西哥之间 为了这个中南美洲 这些难民 伤脑筋 所以你知道吗 这个地方 对美国来讲的话 的确是一个 非常要去处理的事情 但问题是什么 中共它现在也不是省油灯 它现在进到这个地方之后 未来是不是可能在这里 做所谓的远洋基地呢 或是说你看到像西非 这个地方一样 在美国的后花园 搞一个军事基地 是啊 那你这个对美国来讲 情何以堪 对不对 好 瑞德 刚才讲到的 你一下拉外间 跟我们的断交 可是这个总统 当时雷根用尽千方百计 运走私 武器 毒品 就是把你干掉 而且台湾 还去插一脚 奥迪迦的死对头 就是美国当时的总统 雷根 雷根非常痛恨 那个奥迪迦 所以他就用钱 去支柱 那个尼加拉瓜的反抗军 可是你知道吗 尼加拉瓜反抗军 在这个雷根 开始支柱他的时候 只有500个人 一直在美国 不断 大概十年来 这样不断的扶植 扶植了以后 到最后十年内战了以后 总共增加到 一万两千多名 然后那时候 从500到一万两千 支柱的钱 大概从几百万美金开始 到几千万美金 那么到后来 对不对 美国的这个国会 要求说 你不能 因为越战的 那个惨动教训 你不能介入这个 等于说 这个尼加拉瓜 自己本身内战 所以要求说 你支柱的话 不可以把这个钱 那么直接用去 这个训练他们的军队 那因为他们有一度 美国还把这个 尼加拉瓜的反抗军 直接带到美国本土来训练 你知道吗 那所以他们要求说 国会议员说 第一不能把他们 带到美国本土来训练 第二不能去买军火 就不能单纯军火 你用到这个食物 还是医疗 是OK的 美国CIA 怎么可能 不可能嘛 你知道他做了什么事吗 他直接 钱不够嘛 因为你都要国会通过嘛 众议院参议院 国会都要通过啊 钱太少 砍来砍去常常冻结啊 结果没想到爆发了一件 世纪大丑闻啊 是什么世纪大丑闻 雷根差一点 差一点整个总统 差点被弹劾下台啊 没想到 国会就把钱 要给那个林加拉伯 反抗军的钱 抠得那么紧对不对 有时候冻结不给他们嘛 那我美国政府要还啊 要支出他们怎么办 竟然去把一些军火 偷偷卖给伊朗 那那时候刚好美国在制裁伊朗 就他竟然把这个军火 卖给伊朗 你知道卖了多少钱吗 超过10亿美元啊 卖了那么多啊 其中还发生了一件 不可思议的事 那么其中有一位 当时卖了以后 卖了军火以后 跟伊朗私底下买卖嘛 那伊朗不是会把钱 汇给这个美国吗 那美国问题是 美国不能让国会知道 所以呢美军军方怎么办 他就派出了一个 校级的人物呢 一个中校呢 他要汇款 那什么地方汇款 比较不会让美国 那个国会议员知道 瑞士银行啊 所以呢他就要汇款 到瑞士银行的账户 他把那个账户写错了 把汇款账户386 写成368 汇了1000万美元 给瑞士一个60岁的这个商人 那这个60岁的商人啊 好久没有去动这个账号了 突然间发现 我的账户多了1000万美金 然后呢 单单利息25万3000块的 那个美金啊 的利息 你知道这个瑞士的商人 蛮有趣的 他把他全部领出来 全是领出来 他把他领出来 他也不知道 是谁那么好心 那么捐了1000万美金 汇到我的账号 然后呢 他就把他领出来 领出来以后 后来美军发现 有1000万汇错了 不见了 然后呢 就把这件事情 就要去跟瑞士讲 然后瑞士以后 就要去查这个商人 要他把1000万吐出来 事情就变了 本来不知道嘛 对不对 结果事情就变了 变了以后 那这个商人后来说 我把1000万美金还给你 我不知道这个东西 是跟你加拉高反抗军 那个军服有关系啊 那事实上 到底有没有关系 我跟你讲 CIA啊 在十年内战的时候 你知道 确实我讲真的 CIA在背后 这个等于说 主导的导演了很多事情 当时CIA的那个西方公司 也在台湾 意思是一样的嘛 你知道吗 他们也蛮厉害的 为什么呢 他用美军的军队 去训练 那么尼加拉高反抗军 但尼加拉高反抗军 斗志跟能力没有那么强嘛 他们怀疑 应该是美军的特战部队 直接进军中的 你知道为什么吗 他们的行动突击队啊 那么在CIA的这个指导下 竟然进到了尼加拉高 把尼加拉高的五座油库 全部烧毁 你知道吗 你不要小看那五座油库 把尼加拉高的战备除油 全部烧光了 你知道吗 全部烧光了以后呢 CIA就认为是我天大的功劳啊 然后另外去炸毁 七座的这个输油电塔 那个输电的电塔 一样把尼加拉高的这个电呢 给你全部弹弯掉 这都是CIA干的啊 都是美国干的 美国干这种事情啊 然后紧这样来 结果没想到 你这样的事情还有放了一些 这个等于说 这个武器啊弹药 久了以后发生什么事 那时候的苏联 现在叫俄罗斯 苏联就把相关的尖射飞弹 给了这个等于说尼加拉高 为什么 因为美国必须要 CIA必须要常常用空中运补的方式嘛 结果呢 美国没有想到 那么苏联竟然把尖射的地对空飞弹 给了那个尼加拉高 结果他们一样去运补的时候 砰的就被打下来了 飞机被打下来 打下来了以后呢 那么只有一个人跳伞成功就被补了 补了以后呢 那么尼加拉高就直接说 这个就是美国的军事顾问 然后呢 警戒而来啊 那么这个军事顾问还承认 我已经运补十次 我们这架飞机运补了四百次 你知道吗 他承认 为什么 因为尼加拉高要给他判三十年的有期徒刑啊 最后总共打下了三架 由CIA幕后负责的相关的运补飞机啊 不过美国跟中华民国政府一样 一再在国会承认 一再在国会作证的时候都说 美国政府跟军方从来没有主导过任何的运补事业 一切都是民间公司自己所为 董事长我们今天看到了 美国之前对中国不断的包围 不断的封锁 不断的制裁 然后呢 现在中国真的开始反击了吗 你现在不只是拿下了尼加拉高 你对立陶宛是全面的封锁 甚至你去鼓励一个加勒比海的国家 你不但独立 而且切断跟那个英国的一个关系 另外你还在西非 成立一个永久的局势地形 怎样 中国发狠了吗 对 他这个中国的现在就是说 他这个决策到底对还不对 这个其实要有推敲了 因为照理论上来讲的话 习近平现在其实是需要跟拜登 和缓交往才对的 而且中间也产生过契机 前段时间也有视讯会议 对不对 现在突然间开始做那么多动作 其实立陶宛其实跟美国没有关系 立陶宛是本身的自主性很强的 然后这一次尼加拉高当然摆明的是 是这个是中共干的 是北京干的事情 这个没有错 但是你要注意到一个问题 他只要对着这个美国 有一个反应 美国就会有一个 另外一个反制的反应出来 那反制反应可能会导致到更大的麻烦 对中共北京当局更大麻烦 比如说现在尼加拉高我们看不出来 因为很复杂 蓝美跟中美非常复杂 很难讲是这个事情以后会什么样反应 可能很快的政变就开始了 黑天到眼政变 军事政变常发生对不对 因为美国在这个地方手伸得很深很深 中国能够做什么事情呢 中国能够做事情就给钱而已 给钱你好像投资 可是中南美是投资的人解决问题吗 不但 他是贫富差距而形成的社会问题 还有左派尤其对长期在那边 酝酿了长期的反政府的问题 还有毒品的问题 他那个很复杂 因为这里面有一个麻烦在习近平的个性 习近平什么个性呢 就是狭路相逢 勇者胜 他一定跟你斗 你搞我我一定搞你 他个性问题 而且今年要不要跟你斗 明年要不要跟你斗 非斗不可嘛 二十大 他能够让吗 他不能让 他不能让嘛 对不对 那不就给你僵了吗 我讲简单的 国民党可能像我们台湾来讲 国民党还有国民两党的斗争问题 对不对 最近还有公投的问题 那他有没有考虑到台湾的 把离加拿过拿掉以后 是等于帮助了民进党的公投 他考虑过这个问题 没有 他不管他不管你 他干他的 他干他该干的事情 他根本不考虑其他因素 他是考虑中美 我要怎么跟你搞而已 所以包括台湾因素 根本不在这里面考虑 有些国民党还在那边 自己还在那边想说 哎呀我这个跟老共的关系搞好一点 对我将来国民党重返执政会有帮忙 鸟都没有用 他已经不在乎你这一块了 根本不在乎你 不在乎你国民党 不在乎你台湾 给我讲白的 就给你拿掉怎么样 他以前不会这样做 他现在不是 现在所以所谓的这种战狼外交 跟他内部的压力 习近平的这种反应的方式 跟决策的方式 完全都是走比较极端的路线 你知道吗 那这个极端路线会导致 更多的麻烦出来 所以不见得这个 永远这个中共这个是对的事情 他做了一件事情 我承认 对 伤害到台湾 我承认 他打击到美国 我也承认 但最后会不会是 一定比较好 不见得 因为美国会反击 美国一定反击 美国现在反击是 我可以想就想得出来吗 冬奥一定会更激烈的反击 他现在只是外交部分 官员不参加 美国如果在扩大反击的时候 情况让你运动员不准参加 怎么办 冬奥就垮掉了 冬奥如果垮掉的话 习近平满脸斗花 他美国面对国内怎么办 他到时候运动员进场剩一半 他怎么搞 他跟普 现在不是普第一个人参加吗 其他没有一个 没有一个国家元首愿意参加 那现在这个面子怎么办 那个央视拍出来的时候 就变成一个很单调的画面 他愿意吗 他也不愿意 所以这个都是 其实在大家两方 在博弈之间的选项 都有很多选项 但有很多后果 这个后果对习近平 我觉得我对中共政权 对北京当局并不是绝对有利